一個程式叫readfile只有三行 那我已經把我的Vidual Studio Code掛掉 連關都關不掉 所以我只好用subline 這裡是readfile.js 我已經把它放進來存到檔案裡面了 那我也已經切到這個資料夾裡面了 這裡面有readfile.js,readline.js,nqu.html 你待會要做的是那個nqu.html存在這裡 不是放到程式裡面 那是不對的,絕對不需要放到程式裡面 是把你的網頁存檔我們再去讀 所以現在我們先學會怎麼樣讀檔 node.js加不加無所謂 但是我現在要讀什麼檔案呢 我剛剛的範例是這樣 你會覺得奇怪 為什麼打兩次readfile.js 這個是程式名字 這個才是參數 OK 會不會太想 一個是程式名字 一個是參數 所以 我 如果為了不要誤解 我不要讀那個 我讀什麼呢 我讀nqu.html 我讀nqu.html 你就不會誤解 太快了 沒看到 對不對 太多東西了 整個經大的首頁 全部在這裡 整個印出來 所以你這樣可以讀檔 同樣的 我也可以不要讀那個 我再LS一下 我們另外其實 剛剛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程式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叫readline的程式 我也可以 把它印出來 我可以把他印出來 這個是剛剛那個readline的程式 好 OK 那所以 我們現在會讀檔了 我只要用這一個 readfile.sync 就可以讀檔 沒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會 寫檔 寫檔 那所以我這邊呢 就寫了一個叫copyfile的程式 那我把它 一樣用subline先 建立起來 好把它存在一樣這個地方 叫做copyfile.js 好存好了 這時候我打LS 裡面應該就有copyfile.js 在這裡 按到哪 那我現在要做什麼事呢 我就做 node copyfile.js 點js打不打我會所謂 接下來 copyfile我想把什麼 折成什麼 我把 nqu.html 我把它折成什麼 nqu.html.bak 那 他會輸出一堆這個 正是 他的整個檔案 物件印出來的樣子 那你會看到 是不是nqu.html.bak已經出現 代表我們寫檔成功 做檔案複製成功了 那你可以 把它 印出來 印出來看看 那用剛剛的readfile 把nqu 把nqu 也一樣是剛剛那個 對 OK 所以現在就會獨檔寫檔 會獨檔寫檔 這要怎麼做 這在 Node裡面做法比較奇怪 他必須要 引用一個叫readnike的模組 然後呢 寫這樣的層次 他是說 我現在讀進一行 其實這中間不用寫沒有關係啦 但是 我現在 他故意要示範給你看 我現在讀進一行 如果這一行 是hello的話 他就輸出word 如果是其他的 那他就說 so what I may have heard 你到底說了什麼 OK 那最後呢 離開的時候 have a great day 就結束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一個程式怎麼執行 Node We deny 他的輸出 的是ohai 為什麼是ohai 因為這裡setPlant說ohai 然後呢我這邊如果 輸入 oh so what I may have heard 不管我輸入什麼他都會 OK 但是呢 萬一我這是輸入hello 他會說word 這樣 這就是他的命令列的輸入模式 比較詭異 他需要一個回圈 不是像是一元scanf就好了 OK 但是 這是因為他特殊的一種 非阻斷式輸出路設計 而產生的這種狀況 那所以我們 必須要照他的做法 如果你真的要讀東西 在鍵盤上讀東西 但是在檔案不用 在檔案很簡單 OK 好 那現在 這部分 還有沒有剛剛不懂的地方 所以你要做的是把 那個 網頁下載下來 存成這樣 然後寫一個程式把它讀進來變成一個字串 再去搜尋這個字串裡面 每一個超連結把它印出來 用正規表來試 OK 試試看 就會這樣 spotted 當中 遇到 吻封 來 TIN 這 我們 谢谢大家